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電視牆的部分 監院現在查疫苗案 他們說曾經約談過陳時中 不過現在外界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在 袒護衛福部啊 我們來看一下 監察院的調查過程當中 有曾經約詢過專家學者 還有跟陳時中 周志浩 吳秀梅等 相關的人等來見面 好好問個清楚 但是最後的調查結果是什麼 他們認為新冠疫苗的整備 采購決策 還有作業程序 未真 周妥 相關法令欠完備 好 因此最後的結論是 資訊揭露不足的部分 應該要檢討改善 好 文書赦密件的部分 必要性也應該要檢討 但是最後的結論就是 沒有提出糾正 也沒有提出彈劾 好 當然呢 現在大家覺得說 很不可思議啊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對監察院提出了一些質疑 包含阻擋民間疫苗 監察院的說法是換假 他認為說是國人對於取得疫苗的期待 有落差 好 另外來看到高端沒有做三期的臨床試驗 不利於國產疫苗的發展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部分 而這一回調查的監察委員名單有誰 有蘇立雄 王立真 蕭自佑跟林玉蓉 我們來看到這幾個人的背景 首先是蘇立雄的部分 他引發大家質疑的是 好 他曾經在衛福部長陳時中的任內 擔任過次長 好 因此最後呢 調查這個疫苗案跟疫情破口3加11案 最後收場的模式都是檢討改善 好 因此國民黨立委李德維就質疑說 你要副手去查自己的前老闆 怎麼可能查得出來任何的結果呢 好 另外這位監委蕭自佑 他的背景是什麼 他是陳水扁當時319槍擊案的隨行醫師 因此本身就是具有濃厚的綠營背景的 好 另外這一個林玉蓉 他的背景呢 他是黨產會臨風鎮的這個哥哥 好 所以因此這幾個人的名單 都被大家打上一個大問號 覺得說你調查這個案子 最後呢是以檢討改善收場 你公平嗎 有沒有所謂的在袒護衛福部呢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整個在EUA的決策過程 還有炒股爭議 隻字未提 好 近200萬劑的疫苗 現在是報廢了 推估浪費將近10億元 監察院也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因此網友直接說了 你小吃店賣快篩 你現在沒有查啊 整個報告是不是所謂的避重就輕呢 好 我繼續來問議員的是 現在監察院查這個疫苗案 最後的結論都是應該要檢討 要改善 您怎麼樣看這部分 檢討改善就是假的嗎 我覺得監察委員 應該大家都去查新竹棒球場的弊案 不要再去調查陳時中了 為什麼 因為再怎麼樣都是檢討改善 那就算有做出很嚴厲的懲處 那對他來講也無所謂 因為陳時中現在無事一身心 沒有在黨服務 也沒有在中央機關 也沒有在當官 所以你監察院的任何對公務人員的懲戒 包含說彈劾啊 要寄過啊 對他來說都不痛不癢啊 對啊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陳時中不是當官嗎 那既然不當官的話 你約詢他 好啊 那就算你彈劾了 有重大的缺失 他現在也沒有官啊 那你彈劾他不是彈劾假的嗎 所以這些人就是在沒有事情在找事做 明明有那麼多的弊案可以去 全國到處走走 然後去查這個 也是必要啦 也是必要啦 不過最主要的重點就不是陳時中本人 而是民進黨那個時候的整個 指揮中心的決策 這樣子沒有把疫苗給適當的放行 然後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這樣子不只是陳時中一個人 應該是那個時候 整個指揮中心跟民進黨的共犯結構 應該是 往這個方向去查 他去查陳時中就比較沒有意思啊 然後我們去看監察院調查過程 他的這個拓詞 他說 諮詢 專家學者 然後約詢陳時中 周志浩 吳秀梅這些人 你看他 用詞多麼客氣啊 如果是我們藍營的一般會說是調查 調查就是直接 有點像是把你當作犯人一樣去 查查你到底涉入哪些案件 那你說這些監察委員 有綠營背景的 我們剛才幾個都細數過了 那這些人遇到陳時中 遇到民進黨執政 會怎麼樣 然後找你去泡個茶 他說 那個陳前部長 陳前市長後選人 喔 拍水啊 你做這個指揮官做那麼好 可惜那個臺北人 這個油眼無睹 沒有選你 然後在那邊客氣一番 才講說 那我們這個疫苗的這個案子 這樣子寫 這樣子下結論 部長不知道你覺得可不可以 然後陳時中再把這個 這個桑給蓋下去 說好 不然就這樣子寫好了 所以他們查案一定長這個樣子嘛 光觀相互啊 你期待這個民進黨背景的監察委員去查 陳時中查的出什麼東西 而且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歷史是不斷的上演 過去我們缺疫苗 那最近大家缺什麼 缺什麼 我就問大家缺什麼 缺雞蛋嘛 所以現在農委會也從澳洲進口500萬顆雞蛋 有這個林杯好油 就是一個農業的這個 應該說網紅嗎 就是長期在耕耘 有在做農業方面分析的這個 部落客 就說 依照澳洲蛋價全世界前十貴 然後這樣就是去做空運來進口 每顆蛋這樣子農委會賠錢 全部500萬顆可能要付出3000萬出去 好嗎 現在缺蛋 那農委會說什麼 農委會說這個價格啊跟什麼的 先不跟大家講 反正我們有邊預算 到時候大家一定會吃到便宜的蛋 我來吸收 那又是不公開的採購 又不知道每一顆蛋 你到底跟澳洲買了多少錢 那中間有沒有人去介入去談這件事情 為什麼 非得要買澳洲的蛋不可呢 難道到時候又要學陳時中 要兩手一攤說啊不要太不滿啊 全世界都在缺蛋啊 不是只有你台灣缺蛋啊 難道又是變成這樣子嗎 所以歷史是不斷的重演 應該要證實這些事情 那監察委員不要再去 沒事找事做 這個東西已經可以介入司法調查 或者是 陳時中都已經被民意所唾棄 都代表說他知道什麼都錯的 應該去網過去 指揮中心的這個共放結構去查 然後現在 農委會在發生的這個 雞蛋黑箱的事件 就好比過去的疫苗黑箱嘛 那監察委員不動作 都在幹什麼 新竹大祕表監察委員也不動作 又在幹什麼 只會在那邊約陳時中泡茶啊 這樣人民 有符合人民的期待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